又到了铜花盛产的季节 捷安箱公所8日在领馆处 南华林园区举办2021捷安家铜花季开幕式 乡章表示捷安箱境内有5大个铜花布道 现在全部盛开 4月10号到4月25号 每天前50名来到园区打卡赏花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惊喜小礼物 邀请乡亲一起来捷安感受这迷人的景色 花莲林园区南华工作站 南华林园园区有将近400公尺赏铜步道 种植的238株铜花已经陆续绽放 穿过由铜花夹道相应的林间小径 可以看到雪白的花朵附落在苍翠的植被 白与绿相互归映 仿佛置身在仙境般的美景 捷安箱公所今年与赏油客庄铜花 幸福缤纷捷安为主题 4月8号为2021捷安箱铜花季揭开序幕 欢迎大家一起来 吉安非常美 在四五月的吉安有着油铜花的美 从我们中原油铜花步道 以及我们日光步道 芝卡轩步道 还有我们的风铃步道 以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林固局南华工作站 启动了美丽的油铜花之旅 尤其在防疫期间大家带着亲子来共游 在我们的南华工作站里面 我们从4月10号一直到25号 为期我们15天 每天打卡的前50名 我们会另外的来制证 非常美的铜花的特色纪念品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来欣赏美丽的吉安 温馨的吉安 大自然健康的吉安香 乡长游淑珍表示 除了南华林业园区 中原铜花步道沿线 也种植有40棵的油铜树 另外在浩克文化广场 芝卡轩森林公园 还有白云 风铃 日光 向阳步道 都可以看到雪白花枝 娇艳战棒 邀请民众一起来到吉安 感受白雪花雨 随风飞舞的迷人景色 而4月10号到4月25号 每天前50位来到南华林业园区 赏花打卡的民众 都可以获得惊喜小礼物 同时 香工所也规划了 两个场次的 同游吉野风群体验游存 要安排民众骑着单车 上游客装童花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赶快向吉安香工所 客家事务所来报名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